兄弟姐妹们你们之前不是总是说 不总不是总是说啊 之前就个别有人说说想 想买我做的泥 想让我再开店 如果我开店呢 我这几天构思了一下 我要出这么几款产品啊 以下就只是开个玩笑 我是不会开店的 第一款泥啊 这是我打版的第一款泥叫 帅气逼人 也可以叫美若天仙 当你拿起来了一瞬间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这个泥上面呢 能倒映出自己这个娇俏的面庞 所以拿到这个泥啊 美若天仙 帅气逼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 来调整这个泥的名字 好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是喜上眉梢 这个是喜形于色 啊你看上面这 呲牙咧嘴的大喜的日子 这个是喜上眉梢 里面是一些情绪小痘痘 啊然后这个是喜形于色 这个是薄荷兰 这个是香玉籽 和颜月色 喜气洋洋 我在网上随便搜的这个小拼痘 这个是用来穿手链的好像是 下一个呢 这个叫 容嬷嬷的 容嬷嬷的按摩 啊 容嬷嬷的按摩 底下呢 是什么看出来了吧 那个小木炭碎屑 然后这个玩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两岸原生提不住的特效 我把大的都挑出去了 只剩一些小碎屑了 玩起来没有那么痛苦 我们呢也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 矿藏 矿藏 快看这丰富的内涵 像掉进了陨石坑一样 起完泡以后呢 是银灰色 是谁扎了我 是这个 绝了这个啊 好 下一个 这个名字叫滑滑丹 小时候吃的那个滑滑丹 其实这个是用那个猫砂消臭猪做的 这个泥呢 非常没有可玩性 所以呢 我就管它叫特殊质感吧 不知道这样的泥 大家给我打几分呢 把它包裹起来 多拉伸几次 逐渐的 它的身体就开始软化了 太垃圾了 不玩了 那我们就称之为实验椒吧 实验椒 最后一个重头戏 叫做仪式感 是一个非常大的铝盒 铝盒里面还有一个套盒 套盒里面呢 是一个玩盒 然后呢 还送一个这样的灯 火树樱花 太黄眼睛了 算了算了 怎么关不了 好好好 然后呢 送我一盒 透汰 一盒毛球 一束干花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玩盒 上面呢 还送了一盒 这个夜光拼豆 可以把你们喜欢的 这个人的名字呢 拼起来 夜光的哦 就是可以把这个喜欢人的名字拼起来 给它一个大大的惊喜 然后整一盒透汰 把它填进去 这是一个玩盒 这是这两个非常不和谐的颜色搭配在一起 然后你没往下按呢 按一下呢 然后这个毛球的反作用呢 会让这个泥弹一下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有趣 把他们混合为一体 这是一款非常填充物含量非常高的泥 非常良心的一款泥 拉伸起来呢 非常的费力 不敢用力拉 用力拉感觉就要断了 这两个颜色搭起来呢 没有想象中那么违和啊 我本来会以为很违和 会有一种冲突矛盾没的 就这样 然后呢 把这些夜光的拼豆 拼进去 然后我们把全部灯都关掉 然后呢 这个夜光感就来了 然后你爱的人的名字 就会在这里闪闪发光 这个绿色呢 也非常适合戴在头上 然后再这样玩一下 有没有奇效 哦 感觉像很多发光的爬虫哎 很不错很不错 好 以上都是 纯属娱乐啊 纯属娱乐 千万不要当真 不要再用这个喷我 我会很心累的 今天自娱自乐 到此结束 拜拜